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海关曾发出六次预警 但无人理睬究竟谁该为这些灾难合作 韩国成功试射旋五四新型弹道导弹 并首次透露高超声速导弹研发计划 日本一家企业将退休年限放宽至80岁 在这家公司72岁的老人与2、30岁的年轻人一同劳作 印度裔男子在餐厅吃饭室吃出半只死蜥蜴 警方展开调查 看到截至北京时间的6号晚间的18点 黎巴嫩贝鲁特的大爆炸已经导致137人死亡 超过5000人受伤 那么这起灾难究竟是为什么发生 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我们了解到当地的海关 在此之前已经六次在发出预警 但都是不了了之 8月6号 距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 过去已经过了两天的时间 爆炸后的废墟还在冒着白烟 更多目击者的视频和监控录像 展示了爆炸发生时 如灾难降临般的恐怖场景 爆炸发生前 一位新娘正站在贝鲁特市中心的广场上 拍婚纱照 摄像师正准备将镜头定格在新娘的裙摆时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漫天灰尘 遍地玻璃碎片 爆炸发生的瞬间 家长一把抱起孩子进行躲藏 这次爆炸造成贝鲁特大量建筑物被损毁 港口附近街区受损更严重 受灾现场像遭受过战争蹂躏一样 所有建筑物几乎无一幸免 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了 贝鲁特港口爆炸前后的惨烈对比 可以看出爆炸后 港口区成为一片焦土 提巴嫩卫生部长哈马德·哈桑表示 爆炸造成超过5000人受伤 波及范围至少20公里 救援和民房人员仍在现场搜救 预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我丈夫是电力公司的一名员工 他幸存下来了 但他的同事们没有 救援人员刚从废墟下 抬出他们的遗体 苏菲刚刚出生四天 爆炸发生时她正在喝奶 碎玻璃扎中了她的脑部 导致她脑部出血 目前贝鲁特当地医院已经挤满了伤员 对于突如其来的爆炸 贝鲁特省长马尔万·阿布德 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痛哭 她说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爆炸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民众必须团结起来 马尔万·阿布德表示 贝鲁特港口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 可能高达100亿至150亿美元 多达30万人无家可归 占首都人口的20% 这场灾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初步调查显示 引发此次爆炸的是 6年前被扣押在港口的 2750吨硝酸鞍 2014年 一艘俄罗斯货船搭载这批硝酸鞍 在贝鲁特港口遭扣押 尼巴嫩政府当时把没收的硝酸鞍 存储在港口区仓库 硝酸鞍 常温下是一种 无色无味的透明晶体 或白色晶体 极易溶于水 在常温下稳定不燃 预见可燃物着火时 能助长火势 与可燃的物质粉末混合 能发生激烈反应而爆炸 高温或受到剧烈撞击也会爆炸 硝酸鞍用途广泛 曾用于制造炸药和化肥 还可用于生产杀虫剂 冷冻剂等 搭载2750吨硝酸鞍的货船 为何会被扣押 目前存在多种说法和猜测 包括货船 因质量缺陷 不适宜远航 船方拖欠贝鲁特港口费用等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说法是 货船拖欠贝鲁特港口 10万美元费用 是扣船原因之一 谁该为被遗忘的 这2750吨硝酸鞍负责 六年来 这批危险化学品 就一直存放在 这个地中海东岸最重要的港口 爆炸仓库距离居民区不到100米 事实上 过去六年来 多次有人发出预警 黎巴嫩海关总署署长 巴德里达西尔五号表示 海关部门2014年以来 六次向司法部门发送文件 警告说港口仓库存放大量硝酸鞍 构成安全隐患 但是事情不了了之 六个月前 一个检查组曾经检查过这批硝酸鞍 警告说 如果不将这些危险化学品转移到更合适的地点 一旦发生爆炸 可能炸毁整个贝鲁特 黎巴嫩官方表示 如果有助于查明事故的真相 黎巴嫩不反对 就爆炸展开国际调查 黎巴嫩内阁已经决定 软禁2014年以来 分管贝鲁特港仓库和安全的多名官员 由军队看守 直至确定爆炸事件负责人 那这次爆炸不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对于一个本就面临着经济危机 新冠疫情的国家来说 是当头一击 当地的官员表示说 黎巴嫩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没有国际援助的话 那么他们很难面对这场危机 画面中的这栋白色建筑 是贝鲁特一处储存食物的粮仓 爆炸的冲击力让这座粮仓基本坍塌 里面的大部分古物被焚毁 据路透社报道 黎巴嫩经济部长表示 储备粮粮仓遭到严重破坏 导致该国仅剩不足一个月的粮食储备 不过一些运粮船正在赶忙当地 贝鲁特是黎巴嫩的首都 全国约600万人口中的200万人居住在此 而贝鲁特港既是地中海东岸最大的优良海港 又是黎巴嫩的重要门户和货物集散地 爆炸发生前该国约70%至80%的贸易都要通过 贝鲁特港 突如其来的爆炸对港口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法国24电视台称 目前黎巴嫩可能缺乏重建的资金 因为黎巴嫩目前正处于几十年来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今年5月份 黎巴嫩的失业率已经超过30% 黎巴嫩从2019年开始遭遇经济和金融危机 货币严重贬值 这让民众储蓄缩水 而黎巴嫩超过80%的食品又依赖进口 导致现在的食品通胀年率达到190% 与此同时 电力供应短缺也是当地民众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7月份 首都贝鲁特的部分区域 每天的断电时间甚至超过20个小时 这使得当地的主要医院也无法正常工作 一些手术不得不推迟 在疫情之下 这一问题更显严峻 截至8月6号 黎巴嫩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400例 让人担忧的是 黎巴嫩主要的疫苗和药物库存中心 就位于贝鲁特港的卡兰迪纳仓库 在爆炸波及的范围之内 这里的药物和疫苗原本要供应黎巴嫩 全国多家医院 此次爆炸无疑加深了黎巴嫩所面临的困境 可以这样讲 这次大爆炸是在黎巴嫩本身深深地陷入政治经济 以及疫情这样一个三重危机 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政治危机就是它政府始终是不稳 新政府从与以来始终面临的社会上 街头一轮一轮的四个游行 要求这个新总理下台 那么经济上这个国家实际上 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黎巴嫩600多万人口 大概900多亿美元的外占 现在不仅还不了本 连利息都付不出来 那么疫情现在如火如荼 大爆炸使得很多的防疫的物资 在这个区域内受到了破坏 黎巴嫩就指望着贝鲁特港的 粮食食物整个有关的民生的用品进不来 而且直接的经济损失 现在保守不低150亿美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雪上下霜 政治上在原有的危机上 现在面临更大的危机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4号发生大爆炸之后 多个国家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 向黎巴嫩提供援助 其中中国第18批 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 将抽调医疗力量 为贝鲁特提供医疗救助 来自外科 内科 烧伤科 麻醉科 等领域的9名医护人员 组成贝鲁特爆炸应急医疗分队 携带药物 耗材 防护用品等物资 前往贝鲁特 现阶段分队人员 车辆 物资 以准备就绪 8月5号 一架美军的侦察机 是现身南海 数据显示7月份以来 美军在南海的活动频次和强度 都在明显提高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说 南海地区不能成为 国际政治的决斗场 据南海战略态势 感知计划平台消息 北京时间8月5号21点左右 美国空军一架E8C联合星 空地监视飞机 再次现身南海 朝着广东方向飞行 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沿岸领海 基线59.27海里 约110公里的位置 该平台称 这是近期首次 在夜间发现美军E8C飞机 在这一区域的飞行活动 据该平台统计 在刚过去的7月 累计已有7架次的E8C飞机 现身南海 对广东省实施抵禁侦察 美军E8C联合星飞机 是一款空地监视飞机 搭载由美军最先进的 机载对地监视 目标搜索和战场管理系统 堪称美军空地一体作战的 中枢神经 8月5号上午 美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也出现在巴士海峡附近空域 朝着南海方向飞行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 8月1号发布消息称 据不完全统计 7月美军总计出动 67架次的大型侦察机 前往南海开展侦察行动 消息称 这一数字较5月的35架次 以及6月的49架次明显增加 这67架次大型侦察机型号 涵盖美海军的P-8A反潜巡逻机 P-3C反潜巡逻机 E-P-3E电子侦察机 和MQ-4C无人侦察机 美空军的RC-135系列电子侦察机 E-8C战场指挥与监视机 及E-3B空中预警机 统计数据不包括 E-2D等舰载侦察机的活动 除了活动频率显著增加外 美军机活动的烈度也有大幅增强 7月多达13架次侦察机 在非常规时间 也就是晚8点至早6点 对南海实施侦察 此外累计9架次 进入中国领海基线以外 70海里范围内活动 6架次进入60海里 而最近一次 距离中国领海基线 仅40余海里 军事专家表示 美军频繁对中国颜海 进行抵近侦察 方式已经从天乱式 净化到实战型 首先是距离越来越近 之前都是几百公里 上千公里 但目前已经抵近到了 最近76公里 以100公里做一个普通的距离 那么这种侦察距离 以前从来没有过 第二是架次从少到多 以前是零星的 个别的侦察行动 但目前看 从侦察的架次看 达到了一新的高度 第三是机型 由少变多 以前只有单一架次的机型 现在看 从美国整个侦察体系的 所有主战装备 都集中到了中国周边 所以目前看 组团侦察 近距离的侦察 实战侦察 已经成了 美国在中国周边 进行各种侦察的 一个基本模式 这种捣乱和天乱的方式 已经过去 今后以实战 作为基本目标的 空中抵近侦察行动 将会成为常态 美方近来明显加大力度 介入南海问题 对此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8月5号表示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 共同家园 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 决斗场 美国的目的 就是要把南海搞乱 把地区国家绑上美国战车 从而服务于 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 所以地区国家都要提高警觉 不能让美方肆意破坏 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成果 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 8月3号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 德尔芬·洛伦扎纳 当天援引总统杜特尔特 签署的一项命令称 菲律宾将不会加入 美国等其他国家 在南海举行的海上演习 担心那会加剧 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事实已经证明 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才是最符合地区国家利益的正道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人物 我们看到近日 美国为韩国发展弹道导弹松绑 韩国军方随即宣布 成功试射新型弹道导弹 而与此同时 韩方首次透露 其高超声速导弹研发计划 正在加速进行当中 近日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 成功试射了一枚 射程800公里 有效载荷2000公斤的 玄武4新型弹道导弹 韩方称 在增加发射高度的情况下 这枚玄武4导弹 飞行了400公里 成功命中 深埋于地下100米的目标 韩国国防部长官 郑景斗表示 韩国还将进一步加快 远程及高超声速导弹的 研发工作 这是韩国军方首次公开透露 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发计划 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 还发布了一系列 正在研发的尖端武器体系 包括新型战机上 应用的有源向控阵雷达 以及微型卫星群体系等 后者可发射数十枚微型卫星 对目标区域进行 24小时的探测 长期以来 韩国积极谋求 突破导弹技术限制 发展导弹能力 早在1978年 韩方就将引进的美制 耐机防空导弹 改造成了射程 138千米的 玄武一战术地地导弹 并在此后 以应对地区威胁为由 多次与美方磋商 要求自主发展导弹技术 针对韩放宽导弹射程 弹头重量 推进技等方面限制的诉求 本届美国政府乐见韩国在自身防务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并借机推动韩国在美地缘战略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7年 韩美协商决定解除韩军导弹弹头重量限制 2020年7月28号 韩美修订韩美导弹指南 取消了韩国运载火箭使用固体燃料的限制 分析人士指出 新版韩美导弹指南将增强韩军弹道导弹的打击能力 给半岛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干扰半岛无核化进程和地区的安全稳定 不过在特朗普政府看来 朝鲜半岛的局势似乎只是大选的筹码 8月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如果没有11月美国大选 现在美国可能正在和朝鲜等国家谈判 特朗普还表示 要不是他执政 美国和朝鲜早已陷入战争 但现在美朝关系很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及朝鲜 言下之意似乎是 只有自己赢得大选 朝美才能谈出结果 7月7号 特朗普也曾表示 愿意与朝鲜再次举行首脑会谈 对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于7月10号发表谈话说 在朝美之间存在严重对立和分歧的情况下 如果美国不改变关键立场 没有必要举行朝美首脑会谈 他看到近日 日本的一家企业将退休年限放宽至80岁 是登上热搜 有网友就在担心说 这是要工作一辈子吗 左腾中志是日本电器零售商野岛的一名销售人员 和其他同事一样上班时为客户服务补充库存忙个不停 不同的是同事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但左腾中志已经72岁了 我没想到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在工作 以前我认为一个72岁的人应该已经很老了 但等我到了72岁的时候感觉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好像只有50多岁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跟上年轻人的步伐 作为日本第六大家电连锁运营商 野岛电器上个月公布新规 允许员工工作到80岁 现在野岛电器的3000名正式员工 在达到65岁的退休年龄之后 仍可与公司续签工作合同 日本政府8月5号发布人口动态调查结果 按年龄层划分 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接近三分之一 为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一 比前一年增加零点三五个百分点 零至十四岁年龄段人口占比百分之十二点三零 减少零点一五个百分点 此外日本人口去年比前年减少大约五十点五万 这是日本人口连续十一年减少 减少的人口数为1968年 这项调查开始以来最大 面对这种情况 日本政府大力发掘高龄人口的工作潜能 以弥补劳动力缺口 对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新加坡政府也计划在未来十年 逐步提高国民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 到2030年 退休年龄逐步延长至65岁 重新雇佣年龄逐步延长至70岁 新加坡人力部长杨立明还专门制作视频 解释政府的相关政策 政府为何调高退休与重新雇佣年龄 我可不要工作一辈子 其实任何人在任何年龄 都可以自行选择退休 但是法定的退休年龄 和法定的重新雇佣年龄 其实对你是一个法律上的保障 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年龄之前 雇主不能说你年纪太大了 他要你退休 另据韩联社8月2号消息 韩国统计厅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韩国年满55至79岁人群中 67.4%希望延续职业生涯 平均期望退休年龄为73岁 就其理由回答补贴生计的人最多 占58.8% 其次依次为工作带来乐趣 不工作太无聊等 好 更多资讯再来看一只素揽 日前在印度的德里 一名男子从当地一家餐厅的菜里 吃出了半只死蜥蜴 该男子立刻拿出手机拍摄 并生气地对工作人员大喊 蜥蜴的另外一半不见了 警方接到报案后 随即对该餐厅展开调查 查看餐厅监控 检查厨师和食物原材料 目前尚不清楚蜥蜴的来源 据悉 这家餐厅是当地非常有名的 素食连锁餐厅之一 在全球看有100多家分店 腾立时间8月5号 阿联酋 阿奇曼的一个火蔬市场 突发大火 视频检视 现场黑烟冲天 不断由火球冒出 报道称 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时左右 市场对面一家肉店老板 首先发出了火灾警报 据这位老板介绍 这个市场有几十家商户 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已经关闭了数月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尚不清楚起火的原因 近俄罗斯莫斯科州一条蟒蛇 从饲养者的家中溜走 令整栋住宅的居民都十分紧张 蟒蛇先是出现在 其他楼层的居民家中 但捕蛇人员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它 专家称它可能爬入了通风管道 或者水管中 俄罗斯法律允许人们在家中 饲养长度不超过4米的无毒蛇 但实际上这种动物非常危险 在巴尔脑尔一名训手师 曾在观众面前 被蟒蛇缠绕窒息而亡 据NHK电视台报道 7月初曾有日本民众 目击从天空中掉落至地面的火球 有人还在自家公寓内 发现了疑似火球的散落物 今日经过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确认 这颗从天而降的火球正是陨石 专家称由于陨石坠落图像被多地拍到 因此可以推测它来自哪颗行星 这种可以追溯血统的陨石 十分罕见而珍贵 据韩国SBS电视台报道 近日三名船员在被困太平洋孤岛多日后 成功得救 他们在沙滩上画下大大的SOS求救信号 成功引起搜救人员的注意 据报道 三人因索成小船燃料耗尽而偏离航线 背后欺身小岛 船主及时报警称 一艘小艇逾期未归 因此引起了重视 最终救援队在空中发现SOS信号和失踪船只 三人安全获救回家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日本兵库县在四年前赠予奥地利维也纳动物园 大子夹蝶的重卵 于今日首次羽化成蝶 这也是大子夹蝶首次在日本以外地区成功孵化 大子夹蝶被誉为日本伙蝶 侵袭于京都丹波森林中 奥地利动物园除了从日本购买了喂幼虫的食物 还努力创造与丹波森林奔渡湿度接近的环境 经历千辛万苦 才成功孵化出大子夹蝶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